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给大家几则有趣的新闻概述 首先来谈谈波音公司 近期其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特别是737 MAX 787 Dreamweiler的机器事件 让乘客对于乘坐波音飞机的安全感越来越担忧 接住让我们转向爱城 那里的彩虹币风涨正寻求更多的资金 来支持日益增长的二造GBTQ难民 该组织提供咨询法律服务住房和就业机会 但目前资金紧张急需更多的支持 最后随着夏季的到来 加拿大的酒庄也迎来了新样酒季 从香气四溢的白葡萄酒到精选的黑比诺 都是这个季节不可错过的美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年来波音公司因一系列涉及其飞机的事故 尤其是737 MAX型号的高调问题 对其安全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独立报报道 近期737 MAX、787 Dreamliner的两起事件 进一步凸显了人们对波音安全实践的担忧 波音公司因其制造和检查过程受到批评 有报道指出其飞机存在缺陷 另有职工称在组装过程中使用了过度力量 联邦航空管理局 班航空管理局F已经降低了737 MAX生产速度 导致票价上涨和乘客选择减少 人们的注意力也转向了787 Dreamliner 一位告密者声称在组装过程中施加了的过度的力量 可能增加了疲劳的风险 尽管波音公司驳斥了这些指控 但乘客对乘坐波音飞机的焦虑感日益增强 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因处理安全问题受到批评 公司的CEO和董事长宣布将在年底前离职 波音商用飞机的总裁和CEO已经立即退休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一些航空公司如Rainer继续支持波音 并未看到乘客的反弹 在加拿大埃德蒙顿CBC报道了一个名为Rainbow Refuge的项目 该项目正在寻求额外资金 以支持越来越多寻求其服务的RSL 自2015年成立以来 该项目的会员人数在过去一年内 从15人增加到600多人 该项目为其成员提供咨询 法律服务住房和就业机会 以及社区有益和同情的感觉 然而该项目目前仅通过市政府资助 捐赠者和筹款活动获得资金支持 他没有从加拿大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资金 组织者在努力支持越来越多的LGBTQ 新来着到埃德蒙顿的同时 聂林柱困难 许多这些难民独自一人抵达这座城市 没有家庭支持或联系 抗导者呼吁政府扩大资金 以支持这些人在抵达后的关键时期 另一方面 CBC也报道了在安大瑞省的华铁卢地区 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私营诊所为白内障 手术和服务支付自飞部分 根据安大瑞健康联盟的报告 患者被他们的医生或眼科医生转介到私营诊所 被告知在医院等待手术需要数年时间 省政府计划扩大私营诊所的范围 以帮助减少全省的等待时间 然而报告认为这不会减少等待时间 因为医疗专业人员的数量是有限的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前社会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安全包装和健康 波音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对航空旅行安全的广泛关注 Rainbow Refuge项目凸显了对RSO GBTQ社区的支持需求 而在安大略省 白内障手术的自费问题则凸显了公共健康系统的挑战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努力解决其复杂问题的社会 无论是通过提高安全标准增加对边缘群体的支持 还是改进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在一个由The Globe and Mail分享的奇妙旅程中 一位旅行者透过Facebook透过Facebook群组的帮助 成功的加入了一位新西兰船长的航海支援 共投航行于菲律宾的碧蓝海域 这个故事不仅是一次冒险 也是一个关于如何让独自旅行变得更有趣的绝佳势力 例如Cruise Fender Silent Crew Finders Whole World Boat Sitting and Crew Networking 以及Find Crew Be Crew Be Crew 成为了一个连接希望乘船旅行的人和船主的平台 旅行者在这样的交易中承担燃料和食物的费用 另一位船只提供帮助 作者分享了他与一位60多岁的金西兰船长为其航行的金西兰船长一起航行的经历 并提醒读者在寻找合适的船长时要注意安全 同样来自的Globe and Mail的另一篇文章 此为我们揭露了加拿大葡萄酒的新动态 随着夏季的到来 加拿大的葡萄酒厂正忙于上架新释放的酒款 包括上一年份的芳香白葡萄酒和玫瑰酒 以及2022和2021年收成的当前释放酒款 这些新释放的酒款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也从平镇中恢复过来 文章中提到 一些葡萄酒俱乐部甚至会付赏提示 建议消费者在开瓶前等待几周 但却发布的几款高档加拿大葡萄酒 包括尼亚加拉酿酒师Thomas Barkholder的黑家轮酒和Stratus Vineyards的新侠多利 而The Globe and Mail的另一篇文章 则带来了一个关于酒吧新趋势的报道 蔬菜鸡尾酒的兴起 Evelyn Chicky为餐饮业顾问公司的创始人 强调了蔬菜在调酒中的潜力 尤其是根茎类蔬菜 由于蔬菜比姜果类水果更具有可持续性和抵抗天气变化的能力 汤在鸡尾酒中的应用不仅能减少浪费 还能带来新鲜的口感 Chicky建议 未经成年的烈酒如福特加杜松子酒和龙蛇篮酒最适合与蔬菜口味搭配 这种创新的调酒方式不仅为酒吧和顾客提供了新的体验 也未可持续餐饮做出了贡献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通过Face独特群组找到一次独特的航海体验 还是品尝来自加拿大葡萄园的最新释放葡萄酒 抑或是在鸡尾酒中尝试新鲜蔬菜的口感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和对未知的好奇 他们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鲜事物并拥抱变化 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 从政治风波到个人的职场挫折 再到全球经济的不确立金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 让我们从The Globe and Mail和The Sydney Mulling Herald的报道中 深入探讨这些议题背后的细节和故事 首先The Globe and Mail 提供了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深入调查 特别是在特朗普输掉的关键摇摆州 他们试图利用假选举人的策略来颠覆选举结果 这场调查预计将持续到11月 其对特朗普2024年竞选活动的影响尚不明了 此外特朗普目前还涉及纽约一起刑事案件 该案件于向成员领轻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废患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和他的顶级律师之一 Ball Reception 因涉及假选举人努力而受到密切关注 一些参与之间努力的人表示后悔 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他们的立场 在职场上 The Globe and Mail提供了一篇 关于如何从工作失败中恢复的深刻见解 来自安大略省黑人医师协会的执行董事 Chinike Dunger分享了他的智慧 强调失败是正常的 关键在于如何从中学习并前进 他建议人们在失败后评估自己的处境 了解失败的原因 并对自己的局限性保持现实 重建信任的过程中 诚实地让上司道歉 并保证不会重蹈覆辙 是至关重要的 Chinike Dunger还提到 每个人最终都会遇到失败 而且上司也经历过失败 他特别提到 对于女性而言 克服冒牌者综合症尤为重要 并鼓励他们记住自己在职场中的价值 在全球经济方面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RTMF对澳大利亚的警告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依赖中国进口的国家将面临风险 中国占澳大利亚进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IMF建议澳大利亚虚减开支 并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以保护国家的财政底线 这一建议凸显了中国经济放缓 对全球增长和贸易的影响 以及与中国有强烈贸易和投资联系的国家 所面临的财政挑战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我们所处世界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个人职业生涯 或是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 每一个故事都提醒我们 面对挑战时认识到问题 学习并适应是至关重要的 在即将到来的巴黎会上 美国和中国预计将成为夺牌大户 这一消息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最新报道 预测显示 美国将以123枚奖台的总数高居榜售 其中包括39枚金牌 而中国则预计将获得35枚金牌和89枚奖台的总数 这将是美国连续第八次在夏季奥约会上获得最多奖牌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 也将是奖牌棒上的主要竞争者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东道主的法国预计将显著增加 其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奖牌总数 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有见不鲜 东道主往往会在奥运会上有更出色的表现 转向冰球领域 雅虎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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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士顿宗雄队和多伦多枫叶队之间的首轮季后赛 进行了预览 并对比赛结果做出了预测 这两支原始六队伍过去一一年内 已经三次在首轮季后赛中相遇 每次宗雄队都取得了胜利 这一次的对决预计将是一场经典的硬仗 两队在最近的常规赛中 就已经展现出了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 其中包括91次撞击和50分钟的罚石 甚至发生了三次打架事件 宗雄队拥有主场优势 更丰富的季后赛经验以及更可靠的守门员 因此被认为是这一系列赛的赢家 然而枫叶队拥有高端的进攻天赋 尤其是奥斯顿马修斯本赛季以69个进球领跑联盟 尽管如此枫叶队的守门员表现一直不佳 这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致命弱点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过半mail 没有对加拿大自由党宣布的2024年预算案进行了批评 该预算案将在未来五年内增加超过530亿加元的支出 这一增加部分将部分由资本利得税的增加来抵消 然而预算赤字仍将在2026财年达到约400亿加元 高于此前的预期 该报告指出这一预算案未能解决特鲁多第三任期间出现的财政滑坡问题 并在加拿大企业为保持竞争力而挣扎之际提高税收 还将使加拿大央行降低利率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尽管预算案中有190亿加元被分配给住房项路 以及对健康和福利的更高社会支出 但由于未进行重大削减以抵消新的支出 因此在优先事项和控制方面存在缺失 税收的增加将扭曲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 并对供应面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综观以上报道 从奥运会的独排预测到冰球季后赛的激烈对决 再到加拿大政府的预算案引发的争议 哪个故事都反映出在不同领域中的竞争与挑战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体育赛事中的对抗与激情 也反映了政经领域中的策略辩论 揭示了人类追求卓越和解决问题的不懈努力 在克罗地亚一场政治角力正如火如荼的上演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议会选举 而是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对决 执政的保守派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C 由总理安德烈普伦科维奇 安菲·普恩科特克领导 他们面对的是由总统统佐兰 米兰诺维齐佐 恩米兰诺维可他他的社会民主党 ECP领导的中间偏左联盟 这场选举被视为克罗地亚未来国内政策的重要考验 也可能影响到欧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所引起的不稳定中的团结 音调显示HGC可能会胜出 但可能无法独自执政 左翼反对派可能会因应高通胀和欧盟经济不景气的不满情绪而获益 而在加拿大的Globe and Mail又带来了一则关于经济复苏的预测 BMO资本市场的分析师预期随住加拿大经济的复苏 2024年第一季度的收益将会超出预期 特别是资源股可能会超出利润预估 根据美国银行和加拿大苏格兰银行的策略师 基金经理们自2020年1月以来最为看好 对商品的配置创下了纪录高点 投资者相信全球增长将会加速 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大 最大的尾部风险是通胀和地缘政治 最拥挤的交易是长期投资与满期和做空中国 在美国的Globe and Mail报道了利则财经新闻 美国银行集团U Blesson Banker缺减了其2024年的利息收入预测 并报告了第一季度 利润下降22% 这主要是由于存款成本的上升和增加的预备金 继续影响该行业 该银行预计全年的净利息收入NII 将介于161亿美元到164亿美元之间 低于之前预测的超过166亿美元 第一季度NII下降了14%至39% 9亿美元 而净利息利差收窄至2.7% 低于一年前的3.1% 这些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 从欧洲的政治角力 北美的经济复苏预期 到美国银行业的挑战 展示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克罗地亚的选举结果将影响该国未来的政策方向 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数据 则提供了对北美经济复苏的动场 这些都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情境下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好 好